好舒服 2020年尾 浸腳盤已經買到$29.9 浸腳盤很多家品店都可以買 這間特別便宜 2020黃薑仔價大約$22斤 老薑肉薑大約$18-20斤 大約$22斤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用薑浸腳 其實薑有很多用途 薑只咳就可以 晚上睡覺 睡一下小朋友或者先生太太 一邊睡一邊咳 是整晚都睡不到的 那怎樣呢 刮薑 拍拍煎一煎 白鑊不要下油 煎熱它 接著就放進口裡咳 慢慢把汁在口裡咳 整晚都不咳 第二天早上去看醫生 或者吃咳藥水 今天不要說這些了 這些叫做黃薑仔 黃薑仔 什麼叫黃薑仔 黃薑仔 黃薑仔 黃薑仔辣很多 這些要來做菜 普通要來拍兩片薑 用一片薑來炒菜 就是這些 黃薑仔很辣的 比較辣些 我這裏是貴的 這裏16元一斤 這裏買了11元 我今天用來浸腳用的 因為天氣冷 要浸腳是很好的 睡前浸幾個字 或者浸了之後洗澡 洗澡後浸都可以 待會做給大家看 怎樣做法 這裏16元 不用太多 今天我們煮一煮 兩至三個人浸都可以 我們就多一點 就用這裏 一會兒再和大家說 黃薑仔買回來 大部份都很多泥 當然要洗一下 當然不是吃下火 但是也要洗一下 為什麼呢 太多泥 浸在腳上也會很髒 但又不用太緊張 因為浸在腳上 不斷衝出來 水也很髒 洗一下 不斷衝就可以了 以前我們浸腳 這裏 譬如煮一大煲 我用八星煲來煮 是不夠的 因為這裏 譬如16元一斤 剛才這裏11元 這裏5元左右 哪裏夠浸 因為以前我們沒有攪拌機 現在要攪拌機 我現在看介紹過 別人用 我們就是這樣的 啪啪啪 這樣就拿下去煮 這樣就拿些薑下去煮 這樣就糟了 你要一斤薑下去 現在不用了 因為有些攪拌機 很簡單 你剁碎它少許 不要太大塊 你也要愛惜 你明白我說什麼 你太硬的 它也會很難攪 扔下去 這裏5元左右 黃薑仔 OK了 好了 稍後攪拌給大家看 黃薑仔放進攪拌機 就這樣攪拌機 攪拌就行了 節省很多 放進攪拌機 開啪 為何要攪拌它呢 整塊放進去煮不可以嗎 是可以的 不過它的味道 這樣攪拌了之後 大家看看 這樣攪拌了之後 出味都不同 因為我們手、腳 要出味 現在很簡單 就放進發聲糕 沖乾淨 連同攪拌一起洗 變成不用洗幾次 很方便 這裏就這樣洗乾淨 一塊半塊油 這個攪拌就可以放進去 煮多少 剛才那裏 我現在這個八星糕 煮七星糕 你煮這麼多 要浸這麼多 幾個人浸都可以 如果你浸過幾個人浸 好 這裏就有七星水 好,我們拿過來煮 好 好 好 其實煮滾了之後 煮幾分鐘就可以了 但有一個問題出現了 如果你這樣蓋了蓋之後 煮 你走開了 去煮 煮 煮 煮到周圍都是 寫了 這些雞皮 湧出來 明白嗎 所以你要衡量 你這個鍋是這麼大 煮水的 你煮過湯的 你知道煮滾多久了 我這個湯要煮滾要三個字 你十一、二分鐘好 進來看看它 因為這樣煮滾 你滾都死 知道嗎 那我十一、二分鐘來看看它 我會收小火 待會再轉頭 跟大家說 這個鍋 我自己知道 十五分鐘左右 你看著 都是大火煮滾的 開始煮滾了 看看火 你看到它 已經起泡了 開始煮滾了 為什麼現在要這樣看著它 我曾經 剛才都說過 如果一煮滾 全部這些薑 就會寫光 你整個鍋都要抹 所以現在要看著它 為什麼要浸腳 其實我們每年都有浸腳 浸腳 不是說你喜歡什麼時候浸 什麼時候浸 是要天氣寒冷 現在開始 就是最佳的治療時間 因為你每一凍的天氣 每一晚 臨睡之前 浸它十五分鐘至二十分鐘 哦 真的不同的 效果 有什麼不同 你連續浸了幾晚之後 你會知道 原來你不怕冷的 多冷都好 你都是那張皮 基本上 還有你的手啊 腳啊 就很少避 那這些浸 這些薑 我不知道是不是 每個人都受得了 但我想大部分人都受得了 現在趁著冷 慢慢浸它 十五分鐘 哇 那你就知道 那種好處了 咦 為什麼出街不太冷 別人穿幾件外套的 三件衣 一件外套 為什麼你還在穿軟袖呢 很多人都問我 為什麼你 喂 大哥你不冷的嗎 那坦白說就是 這些時間開始浸 浸過的量 可以浸到一月左右 浸到十二月左右 十二月左右 十二月中 那就可以了 看到了 現在開始了 現在你看著 你開始關火了 開始關火了 不要跟它玩 大哥 因為 開始把火控制 控制住 因為 你一開大 我都 一發不可收拾了 你看著 它飆上來的時候 它飆上來的時候 抹到有排抹了 哎 馬上收拾 我好害怕 因為 因為它飆上來之後 你就糟糕了 現在不要緊了 開回剛剛的火 你看 這些這樣就可以了 五分鐘後 我浸腳了 再說 用這個最小火 煲了十多分鐘 幾多分鐘 不要緊的 你有事要做 就這樣煲了 最緊要不要大火 這樣呢 是會出了味的了 那出了味 現在我出去倒 咦 應該這樣說 好 你這樣浸腳下去嗎 不是 我有腳筒的 現在呢 我首先會 我會 撥一點點 在這個盒子裡 對 因為做甚麼的 撥一點點 在這個盒子裡 做甚麼的 浸手 因為 手線不會避免的 好 我現在拿出去 倒給大家看 浸腳筒 六年了 六年多了 咦 為甚麼好像不同顏色 不是的 那個是粉紅色 那個是白色 所以大家都是凍水 我預料了 浸了六年了 現在就是這樣 倒些 分開倒些薑下去 倒些下去 把薑拿起底部 現在我會和女兒一起浸 待會就太太浸了 我待會浸給大家看 好了 大家好 我現在浸腳了 哇 好舒服 哇 這樣呢 熱和冷 你自己調 可以混涼 這個 凍水 初集的時間 譬如現在天氣 不是很凍的時間 你不要這麼熱 先混多些凍水 先 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就好了 浸了之後 你晚上睡覺 很舒服 還有 怎麼說 你一點都不怕冷 剛才我倒了一盆這些 我現在就用一隻手拿著 其實我用一隻膝蓋 兩隻手浸 一樣 因為有時我們出來 例如煮飯 就說煮飯洗碗 我太太 濕了水 好有寒氣 或者你經常游水 有什麼寒氣 浸手也好 就是不會那麼容易避 手啊腳啊 都不會那麼容易避 浸腳呢 就整身都暖了 薑呢 就是要跟時令的 這些天氣線可以浸到的 你平時 譬如夏天啊 那樣浸呢 就浸鹽啊 浸暖水都可以的 那些就是 沒有什麼時令的 但是薑呢 你要記住 對了 你要記住就是 掌握現在治療的時間 去做這個動作 啊 好舒服 就好了 還有這些增加血液循環 不用說 有什麼好處 你不受的 就浸幾分鐘咯 天氣每天都浸 這些天氣每天都浸 浸到它不冷 熱的 熱天氣浸不到的 你開著冷氣也浸不到的 飆汗的 那你的身體自然就OK了 這十天八日呢 就開始都很冷了 就趁著這個時機 就找些薑來浸 老薑都可以的 肉薑都可以的 不是一定要黃薑仔 這樣大約是浸15至20分鐘 上床睡覺 暖粒粒 希望大家都試一下這個分享 謝謝 好 太好了 喜歡